下班尖峰时刻交流道前总是排满准备上国道的车辆 但是呢在桃园大西交流道 日前呢出现了五辆游览车 集体合作卡位插队哦 结果呢真的是让不少的用路人傻眼 虽然说这整个过程只有大约20秒 但是已经造成了后方车流严重回堵 影响到了行车安全 汽车一辆接着一辆排队上国道交流道 没想要中线车道突然切出一辆白色游览车 切入车道后一动也不动 后方驾驶见状赶紧刹车减速 白色游览车就这样停在路中卡住位置 其他游览车趁机从旁插入 一二三四四辆同航车辆全都顺利上交流道后 车流才动了起来 整个过程约20秒钟 这宛如篮球卡位挡拆战术 民众全都傻眼 不好啦应该是你能进就进不能进 你还是给让人家牵住 正常来讲应该是一台一台交叉的往前走 这样交通会比较顺 离谱插队行径发生在九号下午五点多 桃园大西加入到前 这五辆游览车疑似集体合作 先有一辆卡位再辆其他四辆插入 后方车流大回堵 堵到下个路口 严重影响行车安全 警报后报正开追查 因为违规插入连贯行驶的车证中 已经违法 最高可处1800元发还 这回还好后方车流速度不快 否则强行切入挡车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接下来请不吝点赞